来关心台北市有一名28岁外形亮丽的女子 日前到了医美诊所抽完纸之后 是突然陷入昏迷 就于一个月之后还是不治身亡 诊所在事后急着更改名字 那么家属就指控了院方有业务疏失 因此提告 市林地检署相验之后也认为案情并不单纯 怎么诊所会想要急着改名字呢 将介入调查 我立即上前把门 我就发现她没有脉搏 陆妈妈崩溃痛哭 无法接受平时活蹦乱跳的女儿 就这样离开人世 上个月23号28岁的陆姓女子 在工作的医美诊所进行抽脂丰胸手术 没有想到手术都还没结束 就陷入昏迷 一个月之后撒手人寰 他们说可以帮我雕塑 然后让我成为很棒的模特 代表我们这里的诊所的医院 才上班第十天 诊所就已成为店里活招牌为理由 怂恿陆姓女子动手术 没有想到反倒成了诊所里头的白老鼠 中枢衰竭 脑部缺氧 送掉小蜜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冤枉 我女儿25号走 她在24号的时候 把诊所改名牌开业了 责任都还没厘清 竟然改名开业 家属现在要查 诊所是否有业务过失致死 卫生局也会